OK 因為很多的朋友呢 一直私訊問我那個 昨天我發的影片怎麼剪 我今天就直接拍一個 非常簡單的教學分享 跟你們分享 首先呢 我用的是 中間這一個 VDOLIP 中間這一個 狐狸這一個 把它點進去呢 這個是付費的 那點進去你們可以看到我 昨天的專案 那我現在從頭開始做給你們看 我先新增一個專案以後呢 按中間這邊 去尋找我昨天拍的影片 看一下 這邊我昨天已經去備好的一些資料 我好像是用這一段 這一段呢 我們先播放一下給你看一下 這是我前面的部分呢 就是在等 等待的過程 然後 它有一個音樂下 然後 這個時候呢 下面你會看到這邊有 有音訊 我之前呢 已經有把這一首歌的歌 已經儲存到我的檔案裡面 手機檔案裡面 這一首 這一首呢 它就可以放進來 你們可以聽一下 變這樣 好 那 這個部分呢 我們就是要先對一下它的那個音頻 但是我不知道是因為我錄音的關係 所以 它聲音變得非常非常的小聲 我把它調到最大 好 燈在這裡 你們可能現場聽不到啦 我只是大概抓一個亮 我也把這個音量調大 它音量已經最大了 這樣 把它調到最大 這樣聽比較準 好 因為這個軟體呢 它不是很專業 所以你們看一下 它只有你放上去的音軌 它是會有音軌 它主影片 它是看不到音軌的 好 我們大概是抓 我之前好像是到這裡 這個地方 然後你就往前移呢 就可以把影片剪掉了 好 然後呢 剛剛那一段靠腰炮 炒掉了 大概是這裡吧 然後這個部分呢 我們也是要往前移動 然後前面這個 前面這個 最速 但是主要就是 大概 大概是這個地方 然後 它開始 好對 這個 在這裡 所以 你抓這個位置 應該就是這裡 蹬 所以 好 看一下 對 然後 然後 直接就是這樣 然後 大概我對上以後呢 我先把下面這個聲音關掉 因為 我剛剛把它開到最大 OK 然後 比如說在這個地方 有一個燈有沒有 你看音軌這邊 好 就是這個地方呢 我的處理方式是這樣 我會用螢幕截圖 我會直接把這一張照片截下來 然後呢 只選取到我要的部分 比如說我現在是要這一顆 這個臉 這個頭 我就截這一個頭就好了 然後把它儲存成照片 然後儲存完照片以後呢 你們可以去下載一個免費的軟體 是這個 Photolayers 這個 這個 然後呢 你點進去以後 它就可以來到一個去背的頁面 你只要在上面這個 加入你的 從你的那個 相簿裡面去找 然後比如說我就找到這一個臉 OK 我不用鳥它 我把它放大一點 然後下面這邊 你會看到有一個剪刀 你按下去剪刀以後 它會跳出這一個去背的介面 然後你Undo呢 就是恢復到原本的樣子 然後下面 左邊有Auto Color 跟什麼 我是選擇 M-A-N-U-A-L 這個 它這樣子呢 它切的話是比較 比較銳利的切 所以呢 你才可以 如果像是你用猩猩的話 它就是 它會選取附近的顏色去切 這樣子臉就會切得不夠齊 所以呢 我是用這個 然後這個 REPIRE 這個就是 恢復 復原 如果你不小心擦掉的話 就可以復原 我不知道我沒有念對 反正我英文不是很好 好 那我就用這一個呢 我們就是先把 我的頭 去掉 這個去很簡單 就是用手指去背的話 其實蠻簡單的 那不用很要求啦 比如說這樣子 我就去掉了 OK好 然後你就儲存 記得是儲存上面這個 PNG檔 好 儲存完了 我們回到剛剛那個 APP 這個地方呢 這個是一個斷點 所以我會在這個地方把它分割 這樣比較好對 不然的話你到時候會很 很麻煩 好 就是燈這裡呢 我就這邊有一個 左邊有 右邊有一個 橘紅色的加 你按下去呢 你就可以加入你的照片 那剛剛已經有去背完了 在這裡 這一顆頭 好 我就把它加進去 加一進去以後呢 你會發現這兩個銀軌 中間多了一個照片 你把它按住 往上拉 它就會有點像是跑到上面的圖層去 欸靠腰招一對 這樣 好 按住呢 就可以移動它 那我們把它移到我們剛剛這一個 斷點這個地方 你兩隻手這樣壓呢 它可以縮小它的銀軌 好 大概在這裡 那這個剪接的邏輯非常簡單 就是它呢 就是以最後為主 所以呢 我們現在拉到這個是我們剛剛分割的點 我把它移到最後這一格 然後我把它的頭呢 對到我的頭 這樣 大概就好了啦 你如果你是有強迫症 你可以用到很精準 然後再來就是 你看右邊這個橘紅色的加 下面有一個菱形的加 這一個 你按下去呢 你看我的這個下面中間 0.02這一個 有出現一個 一個三角形 其實它是切一半的菱形 它這個就是一個紀錄點 好 那我們這個就是它最後的位置 因為我們現在移到最後位置 那我們移到最前面 移到這個地方 移到這個地方 你不需要再去按那個加 你只要把這一顆頭呢 比如說我把它移到畫面外面 好 那我們直接要銀軌走一次 它就會變這樣 它就會回最後的 我們就是以最後這個點為主 好 那我們再來就是 應該是這樣子吧 你看喔 你看喔 你看我Play一下給你們看 就是這樣 就接到第一個了 那以此類推就是這樣子 那我給你看一下我 剪好的檔案是長這樣 我上面這邊呢 還有放我的Logo 然後呢再點一下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濾鏡 這個濾鏡在這裡 在下面這邊 這裡有一個濾鏡 這一個 這個 濾鏡按下去 它就會出現這個濾鏡 那濾鏡可以挑選很多種 我的濾鏡的話呢 是選 我忘記是選哪一個了 反正就是這個 然後這是陰軌 再點一下 我上面總共有三個東西 然後再來就是這一邊 這一邊呢 就是我每一個斷點開始 就會接我的頭 然後呢就是每一張每一張呢 我就是這樣子 一直拍 一直翻拍 然後一直到剛剛那一個 剛剛那一個軟體呢 一張一張的去背 然後再去對到最後的這個地方 把它結合起來 當然你也可以去 像我這樣去手 然後呢 等一下還會有 只有去吊嘎 然後或者是去眼鏡的部分 像這樣 吊嘎 手 然後還有眼鏡 就是一張一張慢慢的去 所以這個會很花時間 因為我其實我個人呢 你不知道 哪裡有 哪裡呢 可以用這個APP 去使用 所以我是只好 土法鏈鋼全部都是自己拍 這部分呢就是跟你們分享 那這一個軟體喔 其實我常常在用 如果你們常看我的影片 如果說像Happy的 Happy的這個放空技能 我都是直接放進去 然後這邊就是直接上字 然後像剛剛這個凝琴 我就可以讓它淡化 然後呢就直接這樣剪而已 非常的簡單 然後呢 我也常常會拿來做一些封面 影片的封面 比如說三寶的直播封面呢 我都是用這樣子 我可以直接在上面做直播封面的字 然後它下面的字型其實非常的多 它有中文資源很多中文字型的部分 但是呢這個軟體是要付 它有體驗的 但是呢它是要付費的 那我是有直接買斷了 所以因為我常常用就這一個 這一個 你們可以下載 目前好像只有Apple有 我不知道安卓系統有沒有 好那今天簡單跟你們分享到這邊 如果你們想用呢 記得試一下這個軟體 然後呢你們可以截圖一下 然後還有這一個 這一個非常簡單的 這個Photolayers 這個是專門在去備的 當然你也可以有更專業的是這個 這裡面所有的那個 同一家呢我都有買 尤其是這一個 這一個我很常使用 這個日後如果有興趣呢 再跟各位介紹 這一個軟體呢 是我專門拿來做合成的 比如說像我的朋友之前喝醉酒 我把它合成 因為它的頭是長這樣 但是我把它加上去呢 就是抓個無願主 直接去備就好 那它的去備能力有多強 非常非常的強 這個之後再跟各位講 這裡面呢就是我有很多的一些圖案啊 或者是這種編排呢 它都是有圖層的 我可以自己去編排我要的一些 一些畫面 比如說把它當成是一個廣告 像我們店的廣告啊 這個手啊什麼東西呢 都是自己手機拍一拍呢 丟進去這裡面呢可以做合成的 那這個彭于晏呢 是我本來要合成我的頭 但是後來發現 無法駕馭 所以就算了 OK 好 就今天跟你們分享到這邊 記住就是中間這一個 這一個 這一個 非常好用 好